健康2.0 凱云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觀眾朋友天氣變冷了 冬天你可能覺得好想睡覺 可是你知道嗎 對於病毒來說 這個時候他們非常活躍 大家容易感冒 容易生病 還有一種不要輕忽了 大家最近都在討論隔魁蘇貞昌 半邊的臉歪了 過勞 泡選舉 還有他的政務等等 讓他罹患了 顏面神經失調 是不是有政府會做事 威武長甘子不時拉高分貝 新院長蘇貞昌出席 總統全國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台上講得好賣力 但有沒有注意到 院長表情似乎不太對勁 我讓你看看 我們可以看出來 蔡總統守護台灣 誇張的手勢 臉部表情卻很僵硬 仔細看院長神情怪怪 嘴巴甚至歪向一邊 似乎身體出狀況了 行政院十幾號傍晚發新聞稿 證實蘇院長因為病毒感染 顏面神經暫時麻痺 因為已經去看過醫生 也經過很精密的診察 那確定其實就是 面部神經暫時麻痺 那醫生很直白的說 院長你就是太累了啦 事隔一天在受訪 女兒蘇巧惠說 真的就是太累了啦 身體一切都沒問題 但現在蘇貞昌也被 女兒太太強制要多休息 好凡就是發生在 抵抗力比較多 比較勞累壓力大 會睡眠不足的時候 其實他那個也會整體好 國鎮選舉兩頭忙 蘇葵太操勞 2020是狠批 但院長身體也是愛過 真的是太操勞 這個季節大家年底都在忙 而且今年過年早 半年過了 然後業績一大堆 不是只有政治人物忙 我們每個人都很忙 水煎健康2.0 才要特別提醒大家 名人不只是蘇貞昌 好多人都有這樣的狀況 沒錯 蘇院長因為這個也變成神經失調 所以造成大家對這個病 重新又再度關切 那我們這個蘇院長 他當時的時候 是因為過度勞累 造成他的一個面部 這個有一點我們講說說 就是有點癱瘓的那種狀態這樣 這個情況的話有沒有 因為他臉部歪斜 左腳又上揚 然後他經過西醫的一個調理之後 他還建議他休息 他腳口香糖 對 可是他沒有休息對不對 應該沒有 還是很拚 對 所以你現在看他的狀況是 好像育後沒有想像中那麼理想 OK 沒錯 醫師講得非常對 本來是大家預期 大概一週以後 他應該就變正常 結果我們看他最近出現的時候 在那個造勢場合的時候 你嘴巴還是歪的 除了他之外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資深的一個藝人 白冰冰小姐 冰冰姐 對 他六 四歲的時候 他也發生過這樣類似的情況 當時的時候 他是因為左右邊的眉毛 各相距大概高達五公分 這樣那麼高 而且他的眼皮 也出現了一個僵化怪異的情況 他發現的時間是因為 他隔天起床的時候 一照鏡子 因為女生會照鏡子 一照 那整個歪成這個樣子 嚇到了 他發作的一個月份的話 是三月份 我們剛剛前面 書院長的話 是今年十一月對不對 他是透過什麼 針灸還有另外的話有沒有 電療還有復健的方式 慢慢康復 他現在目前已經好了 OK 沒有問題 再一個的話是什麼 一個知名作家 還有就是知名主持人 蔡康永先生 他51歲的時候 然後他那個時候是因為 也是過度勞累 所造成這樣子 顏面神經麻痹的那種情況 他是在錄影的時候 突然間發覺到 他這個就突然間失去知覺了 沒有什麼感覺這樣子 這我要問一下醫生 自己會知道嗎 還是別人看到你會知道 其實都會 你早上起來刷牙洗臉 照鏡子的時候 第一個微笑 或者你含著要漱口的時候 那個水從旁邊露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說這樣子有點不對稱 所以像康永哥 如果他錄影錄到一半 他會自己知道 他有一邊不能動了 有可能 就動不起來 口水開始流 對 他也是透過 西醫跟針灸的方式 顯然好像大家 對西醫跟針灸的那個 中西合併之類 合併的這個模式 大家比較有興趣 他也是這樣子 慢慢的調理之後 但也要經過休息 他已經康復了 另外這一位的話 就是我們衛權的董長 這個維英聰先生 他的情況比較特殊 因為他是在三歲的時候 因為發高燒 所以他整個臉部 我們看得明顯看來說 到現在為止的話 都還是不對稱 對 這是包括有時候 他那個講話的時候 可能有稍微有點吃力這樣 這種情況的話 他本身來講 等於就是 他的顏面神經 受到了長期性的 這樣子的一個損害 他我相信 他應該也是有尋求醫療 這方面的一個協助 像齊文的臨床的減肥門症 也常遇到 我就有這樣子的案例 我有一個學生 他每週都要回來 結果突然一週回來 一個爸爸 四十歲的爸爸 突然回來的時候 整個這邊就揪起來了 他跟我講話是完全 就是口齒不清的在講 我說你這個是怎麼了 他就說不知道 我今天早上醒來 天氣很冷 就突然就變歪這樣子了 他就問我說怎麼辦 怎麼辦 這有沒有得救 我就跟他說 你先趕快去醫院去掛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先做第一個處置 第二件事情 我們再來去研究你的營養算 因為他跟我說連續熬夜 六天都沒有什麼睡 因為半夜就是他們有要很早起的 去工作 因為快要年底了 就是要去工作 然後回去要照顧小孩 所以他就說沒關係 我辛苦就好 因為撐完這個過年 我們就可以放輕鬆 我說湯 你這個神經一失調 有可能一輩子不可逆 像魏儀聰先生一樣 對 所以要注意的 好 請教陳醫師 怎麼會突然之間 很多人說一覺醒來 臉一邊動不了 其實顏面神經麻痺 主要是我們腦部的 第七對腦神經受損的 其實他原因很多 大家會擔心 我臉歪掉是不是中風 對不對 第一個講說 是不是中風 當然有可能是中風 可是一定還是要尋求 專業醫師的一個診斷 我們顏面神經麻痺 我分兩種 一種就是我們講 周邊性顏面神經麻痺 或者貝爾式麻痺 或者我們講顏面神經失調 等等就屬於周邊性 它屬於一個我們講 下神經元的一個神經 就是離開腦部那段神經 有可能是感冒 有可能是病毒感染 有可能是勞累等等 那一些好像講的六天不睡覺 特別這個年底感夜肌 半年或準備過年 所有東西都壓在一起 你要好好休息 其實你不需要感冒 有可能就一覺醒來 或者工作到一半 咪一下一起來就歪掉了 天啊 對 但另外一種我們講中速性 主要是腦部的細胞受損了 就我們講中風 周邊性它是全臉 就跟未懂一樣 半張臉 半張臉 它的眼皮沒辦法閉 然後笑起來是歪那一種 那個是全臉麻痺 全臉麻痺大部分 都是屬於一個周邊性的 如果是中風那個 大部分是法令文 或者講嘴巴歪歪 說得稍微甘暖甘暖 那個大部分屬於一個中速性 中速性可能就是中風 所以我們要找說 其他身體力量等等那些 有沒有問題 它的危險因子是哪一些 這個還是比較重要的 好 但我會教大家分辨 那麼第七對腦神經在哪裡 為什麼 它就是一邊 它圓著我們神經出去 所以有些時候 有些人一些耳道的感染 也會造成它顏面神經受損 可是它跟我們講的 山莎神經痛那些完全無關 山莎神經它會痛 可是顏面神經不見得會痛 也有可能會痛 有些就是它神經 剛死掉的時候 或者剛開始有一些感染的時候 會覺得那個神經麻麻怪怪 夯夯 感覺異常那種這樣子 跟山莎神經的痛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那麼如果以中醫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人是 中醫合併來治療 你有遇過顏面神經麻痺的患者嗎 顏面神經麻痺以中醫的觀點來講 它以前叫面癱 還有另一個名字叫歪嘴風 風就是風邪的風 對 風邪的風 因為以前也是會發現到 顏面神經麻痺常常都在什麼情況 第一 受寒的時候 感冒 病毒感染 對 對 救急來講 是 所以說在這種秋冬季節 寒流來的時候 或者是有人是上山 可能爬山 天氣一冷 一個溫差 臉就突然就歪掉了 所以寒氣重 算是我們在顏面神經麻痺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病因 第二就是乾火 所以剛剛其實 對 乾火 所以剛剛也提到 有人說最近要辦年貨了 熬夜 熬夜 第二個主要的原因 對 生氣也會 生氣也會 選舉的時候 大家確實情緒很激動 對 所以這算是一個 好發季節 所以這種風寒跟乾火 算是面癱的 算是滿危險的因子 今天我遇到一個阿伯 他其實一開始的症狀很像感冒 他是偏頭痛 耳朵痛 他就以為是我是不是感冒 中耳炎 對 自己去藥房買那些硝煙藥回來吃 結果吃一吃 沒有比較好 隔天睡醒 我的臉怎麼腫起來了 腫起來 先腫起來 然後過沒多久開始抽搐 因為面癱其實有些民眾 除了去西醫之外 還會來中醫這邊報道 來做針灸 他就來找我說 來 阿民師 黃醫師 可不可以幫我趕快針灸一下 我臉歪掉了 我下個月還有兒子的婚禮 結果我就看到他 他臉種種的又綿綿神經麻痺 好 臉轉過去 他就轉過來 我就一看他耳朵 裡面出現了一些紅紅的水泡 我就說 你這是破爪 這個我遇到這種 顏面神經麻痺合併 這種帶狀泡疹 我會建議說 我們中西醫一起去治療 一起合併治療 西醫來講的話 我們會給一些抗病毒的藥物 在急性期裡面 希望抗病毒的量 可以把它下降 當然我還是會配合一些類固醇 等等那一些 但最重要我們還要找原因 因為這種病毒感染 講白一點很多 有沒有可能是自體免疫不夠好 有可能它是不是有三高 等等那一些 我們都要去查看看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也就是說三高族群 是一個高危險群 還有哪一些人是高危險族群 其實年紀大 三高等等那些都是 然後也許有些是自體免疫功能 比較不好的病人 但有些剛剛提到過的 你什麼都沒有 可能就是壓力 我舉個例子 我之前有個病人 懷孕 喜事對不對 對 前面懷孕兩個月 還是三個月的時候 跑來 歪掉 你看你很明顯神經麻痺 而且懷孕那應該是年輕 年輕 年輕 對 我想說你懷孕 我懷孕還是有上班 我說還好沒有 所以就歪掉 我能做什麼 我說我好像什麼都不能給 我們標準的用藥 因為單性影響到Baby 我想說你就吃B群 然後好好的搖口香糖 去做復健 我只能告訴他這個 復健科醫師說 這個電療會不會有風險 因為怕電療太刺激 就影響到 好 不同意了 他真的過了一個多月 好好休息之後 有恢復 他沒有感冒 沒有怎麼樣 有可能真的是 剛才講熬夜 剛懷孕的時候 你一些生理時鐘的改變 等等那一些 不見得一定要感染 就好像我之前有個病人 登玉山 很強壯 事實來是登玉山下來 他說傷到玉山 下山的時候覺得臉歪歪 在裡面真的歪掉 他說到底那時候 要不要叫那個 那個神經下山 他說是不是中風 對 後來其實他真的 他說手腳都還OK 下山的時候 他顏面神經麻痺 他說是不是可能 你登頂的時候天氣冷 而且晚上 他要早上看第一道曙光 所以他熬夜上去 很高興 是 回來下營的時候 睡一睡就歪掉 太興奮也會嗎 其實會 對 當然很多的東西 影響到 我講整個身體失調 等等那些壓力 等等那些都會 OK 這樣聽起來 包括壓力 熬夜 還有如果感冒 有病毒感染的話 不管帶狀泡疹或什麼的話 可能都會 所以真的要特別注意 少辰 你之前跑新聞的時候 有個阿伯 超緊張還跑去廟裡拜拜 對 那個是因為 他是個 雖然南部的一個阿伯 因為他做真咖 他阿伯平常的時候 非常的熱心腸 就常常會去管一些閒事 管閒事的時候 當然嘴巴就會 巴巴巴巴巴巴這麼講 就有一天的時候 他就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 睡醒起來的時候發現到 又吹歪去 吹歪去的時候 一般來講的話 他就自動就說 就照口夜 算了 他說自己照口夜種鞋 是人家剛剛講 平常的時候嘴巴 那張嘴有沒有 就是雞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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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在講東講西有沒有 所以才會這樣子 照口夜有沒有 現在向人刷到這樣 他就這樣刷到還沒中 中膠這樣 但是你會怪怪的這樣 然後他就跑去公廟 老人家有時候 他就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是不是真的自己 做了一些什麼不好的事情 所以要去公廟裡面有沒有 跟神明拜拜一樣這樣子 然後他那時候 去拜拜的時候 好死不死 又碰到一個廟宮 才算是好朋友 他說簡單 我跟你說 你拜拜之後 然後我那個香灰有沒有 拿去有沒有 包一包回去有沒有 跟那個湖水沖下去之後 就馬上立即就那個 耍到就沖掉了這樣子 就沒想到有沒有 喝下去的時候越來越糟糕 越糟糕的時候 後來是被他兒子有沒有 死脫活脫 拖到那個 當時是省力醫院 然後去看醫院 醫生說 這就是顏面神經麻痺 吃藥有沒有 然後不要太緊張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不過他那個時候 的確 我就要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名人 其實你有沒有發覺到 11月 3月有沒有 9月有沒有 這些都是屬於季節 秋冬 或季節轉換的時候 被當時的時候 也是在那個時候有沒有 然後就顏面神經麻痺 很明顯有肢體 甚至你身體就很明顯的 就是要歪一邊去 剛好跟臉是剛好對策的時候 更是中風的機會很大 我們的手比一個7 7 好 來 然後抵著我們的四白穴 往外刮 真的有拉體育效果 而且這應該是健康2.0 最可愛的一次了 大家都擺了一個很可愛的姿勢 發展示一下 目前為止 感谢观看